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,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一直以来,非洲地区在国人眼中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,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到非洲发展 但是有个被载入中非两地历史的人却不同,他不仅去往非洲发展,还成为了非洲第一个华人酋长,急受非洲人的尊重 这个了不起的中国人就是胡介国,他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,年幼的他并没有想过去非洲大展宏图 而是在家人的安排下好好读书,最终选择了当一个教书育人的中学老师 但是胡介国的父亲早年在尼利利亚打拼很有成效,十分希望胡介国能去往非洲继承他的事业 祝尼利利亚大使了解到情况之后,亲自上门跟他说理,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够开拓国际市场 胡介国听说之后才决定动身前去 做好尼利利亚很贫穷的心理准备后,胡介国却被尼利利亚的状况惊呆了 家家户户都还算生活稳定,于是他当即就有信心能在此大展拳脚 一开始胡介国没有在父亲的公司工作,而是一边学习管理知识,一边进入酒店工作 没多久就自己建成了一座超豪华酒店,连尼利亚总统都亲自出席剪彩 除了在商界有大作为,胡介国依然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本质 他见到当地的教育水平落后十分痛心,于是赤巨资建立了四所豪华学校 不仅教授给学生们丰富的知识,还传播了中华文化 他的这一举动受到尼利利亚人民的感谢,最终被推举为酋长 为了他的安全着想,还允许他有一支武装部队 现在胡介国不仅是华裔非洲酋长,他更是中尼两国拉近关系的纽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,请点关注哦